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来收看指酬高峰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怎么去处理 这大盘的话是开平高以后 直接下沙到最低 那收盘在12976已经破13000了 那破13000我们来看它的K线 那这个K线的话你怎么看 在8月29号那一天了 8月29号就这一天有没有 它破这个月线就是走长空 走几点到现在为止是走了将近 大概快2000点 我们来看我整理的资料 我整理的资料 我们从8月29号的14848 那今天是13000嘛 等于是1848点 对不对 目前为止跌 你想买股票 你还要再等看看 我们现在是空张跟空手 没在怕 所以你说我这样take起来的话 这个从8月29号以来 买股票的全部赔钱 全部赔钱 就是看指数来讲话 看指数来做股票 你连指数都不会看 你怎么操 所以各位 你不要听分析师随便报你股票 我现在空手跟空股票而已 我现在不敢让你买股票 这一根长黑K线8月29 是8月的最后转折 一下就1800点 一下1800点 假设你做期货的话 1800点 你1.200块大台只期 就有36万 那你如果说 做错 你去买股票的话 这跌下来恐怖要跌了230% 百分之二三十八 这个是我整理的资料 没有人会这样整理给你看 从8月29号以来 破断跌了将近1800点 我们看Tesla Tesla好的时候呢 涨到2800 现在剩了218 Tesla 半年跌一半 半年跌一半 我们也没法说什么 因为人家 人家马斯克从6月30号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空头事 马斯克看衰美国经济 马斯克看衰美国经济 那拜登回降就说 你去玩你的月球好了 你带着曾格尔去爬火星的山好了 你不要管我 那呢 这个 鲍尔的货币政策 FED 美国联准会 他政策一直是错误 一直在升息 让美元一直在涨 所以呢 拜登要就年底的选举 压美元拉美股 压美元拉美股 这个词意甚好 到我写这里 对 但是呢 台股受到俄罗斯核弹的威胁 哦 这个是一个利多 但是你想要一个利空 两相取舍 不要做股票 现在不要做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重大讯息 重大讯息在这里 重大讯息 这是10月19号 8月8点18分了 今天是10月19号了 这个乌尔形势严峻 二将四射核能飞弹 核飞弹 大陆发布紧急撤侨通告 那这样的一个算是算 重大讯息 是不是算重大讯息 所以我们讲 就是说当 这个是8点 今天8点18分 这个开盘前就有 那我们台子就还在撑了 将近100多点 尾盘还是照杀下 你不敌呢 大家的卖压 那这个 一高卖盘 最后也是卖盘 所以今天的成交量 1840亿 全部是卖盘 那因此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不要买股票 当然不要 你保持空手 跟空单就好 那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空单怎么做 之前我讲的 跟现在配合一下 这是我喜欢做空单 先进光 在这个地方 大量出货区 K线长虹反转 这个地方有没有跌到这里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电视上有讲过 不是没讲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 就跌下来 所以我讲在76.6 76.6 在这个地方 就一路跌下来 你做空会不会赚钱 对不对 做空有没有赚钱 因为你要看到量价关系 假设一个分析师 连量价结构都不会 连那个大盘指数 期货选择人都不会看 你就不要当了 因为太痛苦了 你要知道做这个位置 是如坐针毡 让你不会偏 让你不会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波罗威 波罗威也是一样 对不对 我总讲的时候 是在55.9 55.9也在这个地方吗 他有没有 右肩下垂 有没有 垂下来 还有呢 这个创意 创意呢 10月14号 今天是19号 公司63 创意 从这个463空 然后尾盘回补 尾盘是463空 然后呢 433回补 这个五丁炭 16万7千5 十丁炭 33万5千块 那你说 赚那么多钱 对啊 赚那么多钱 赚那么多钱 你是我的会员 你就赚很多钱 我的意思是说 你做当中 那个时机点 你抓对了 跟我做 你赚16万 时常赚33万 可是北极星 北极星 八月营收才七万五四 所以北极星就很惨嘛 对不对 6550 北极星 有没有 这个地方还不是止跌一点 大量在出货 已经从市场收着了400亿以上的资金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 叫做割韭菜 那我常常去菜市场买菜 但是我不喜欢吃韭菜 味道不喜欢 那割韭菜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12个分析师在大陆 也是跟人家去割韭菜 也就是他自己买好 然后呢 在讯息上发布 这是好的 MACD 金叉 你就买进去 那就是赚6%就保 那情况不妙的时候呢 他自己也会输钱 结果去告 人家去告 那上海证监会去查 这几个账户那么多 那么多买进卖出 而且赚6%就走 所以就去逮人了 所以拍楼不好走 所以我讲就是说 割韭菜这么割的 有利多才能割韭菜 没有利多我怎么割韭菜 再讲一个例子 6492升华科 内线教育 有没有 他也是割韭菜 他也是 他也是割韭菜 所以我在判定行情的时候 我说 2603 他在 他在 3月16号 这根大量 3月16号 这根大量 叫52万张 这个卖掉以后 你可以空 但是你不能买股票 结束目前 我这做一小段 你赚钱出场 没有做 没有做就是福气 所以你要去研究量价关系 还有法律的关系 还有法律的关系 量价关系跟法律关系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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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赚空大钱比较快 不要老是 这个讲完 你不要以为这样没事 这个一查起来都有事 所以呢 这个东西如果卖掉以后 在半年内买到你也会有事 所以不能有事 所以就是不要买 我讲得很清楚 那像这个北极星来讲的话 从这个193我告诉你 不能买 不能买对不对 那到这里的话 人家会不会买 因为很低会不会买 不要买 你不要买 那我们再来看一档股票 那就是我们今天做空的唯一的个股 那当冲是当天停掉 留仓的是留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叫建基 他已经涨很高了 这建基 有没有高档 有 有很高 对不对 高了 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去空他呢 因为你看嘛 这已经报大量了 股本才三 股本多少 股本才 股本是三点十亿 这已经报五万多张了 这个已经滚量了 已经滚量的意思就是 他股票三 四千万三万四千丁 那有可能一天滚出五万张的量 有啊 他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所以不妙的 所以我基本上 我一开盘我八点四十分 就发讯息了 开盘就空 五九五 然后收盘是五八四 在这种行情里面 你要能够赚钱 真的就是 有时堂有时空 但这时你去做都是 很容易受伤了 就封建你不要 这行情一定长那么高 你再去追多不对啊 就好像人家以前在喊先进光 我从七十六开始喊空 有没有下来 波多威 我喊空有没有下来 我喊空的都会下来 一个分析师重要的涵养 就是说 你要能够多空都会做 当这个行情不明的时候 像这个俄罗斯是要掉核弹 最好不要丢了 一丢的话我们就跑不掉了 对不对 你如果一丢的话 我手上只有多单的会 没有一个跑得掉 我心里面只会慌张 我也会睡不着家 那我们不能说 那些人啊 在这个一百三十 两百三十的北极星的时候 告诉你 他有很多会员 一买就是几百张 几百张 啊 给我恭喜几百张 因为他就会像 要滑药一样 这个很标 结果要啊要都不行了啦 六五五零对不对 也不行了嘛 北极星都全部挂点 那现在他还说什么 那这批人来讲 基本上就是二六一五啊 二六一五万海啊 这个时间很长 我们来看尼西也约周献图 周献图在三百的时候看五百 北极星两百三色看 看比六四四 要滑要还要高的那些人 就是如果说做错事情 就同样是那批人 我不可能去犯这种错 而且我做 我做长龙海云 我从来不赔钱 在进入广告的时候 这个行情 有一档空单 下来有三十八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要资料好不好 我们进入广告 股市散户站起来 五八八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团结专线 零二八五一一 三三六六 零二八五一一 三三六六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零二八五一一 三三六六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页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页投顾 零二八五一一 三三六六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至于说出货的量非常大的个股 我们一向去观察一档个股叫做中华化 中华化在去年也就一年前 10月20号的时候 对不对 它的量是 它的量多少 它的量14万张 我电视上有讲过14万张 这个股本才10.81 你10.8万张怎么去成交14万张 那当然就是主力 就是买进卖出买进卖出所 创造出的大量 这个结果到最后就是会跌六成 不信你看 跌六成的话呢 这是60块嘛 现在剩25块嘛 对不对 跌六成剩4嘛 4六24不是吗 这跌六成 跌六成 所以呢 3046 见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量有多少 这个5万4千张 这个资本的才3.4万张 它这如果是高度借五成 你自己再看嘛 60乘以50多少 就30块 跑到这里来 所以你自己要能够估量 你要能够估量 这个报大量都是不对的 报大量自己在洗单 有些股票我们看的就是伤打性 但是在洗单 有些立法委员他现在是要选举嘛 要选举 所以呢 他必须洗一些 可以赚钱的 洗一点 要因为选举要花很多钱 这操作股票 跟选举也有关系 但是我不就只见机了 我们今天是空这档见机 每一次在高点你去空它 就会有相对的获利 高点空它 就会有相对的获利 反而呢 你如果高档去买它 你就会有相对的灾难 有没有 先进光 你买在这76的地方 一定会有灾难的 因为我就把你分拾过了 这个量 你看这个量多少 三万三千张 这也13.1亿 没有错 这个量不自然 但是大量 就回来妈妈的家 所以在空头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做多 我们去找空的 我们找空的生意来做 这是做人会比较聪明一点 那平常我是希望各位就是说 能够修养身心好好去看股票 看股票就是说 你不要听人家讲 他们可能会割韭菜 你要听的是就是 有功力的 人家告诉你 像我这样告诉你 有功力的 你才去听 那我讲的就是说 自己要去参考一下 我告诉你就是说 大量以后会跌六成 那你就看1727 有没有跌六成 1727在这个地方是跌六成 对不对 那你这个建基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跌几成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所谓就是说一定要做多 没有人压倒要先跟你比较 你一定要做多 没有 这个行情应该是这样会比较 自由舒服 像我手上没有空单 你长上去就长上去吧 但是你如果说整个 因为俄罗斯 这个明天是礼拜五 那礼拜六 这个利空一堆 你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影响你的身心睡眠 那身心睡眠来讲的话 你每天手机就盯着 有没有什么讯息 不要过这种痛苦的日子 应该很随意 很随意的过一个 自由自在的投资理财生活 当你看到我9月23号 我讲北极星 KY八月合并收七万五 我问你 你还敢买北极星吗 对不对 9月23号就讲过了 9月23号就讲过了 9月19号 9月23号都讲过了 那你还敢买北极星吗 所以多看电视 听好的分析师来讲 那就是有收获 那你如果听一些人告诉你 他几百个 会员都买几百张 这230买几百张 现在在忠孝东路看房子 那我不晓得 忠孝东路看房子 再一路跌下来 他是要跑到戏子去看房子 所以牛吹太大了 那这样的人呢 跟2615是同一挂的 2615同一挂 什么同一挂 我们看那个周线图 在三百的时候看 这看起来达五百 结果万海已经跌破五年线了 跌破五年线了 你从这边买 早就不要断头断几次了 三百剩下多少 六十八 这跌幅超过多少 超过八十%了 八十%了 对 七十五%嘛 你心算一下嘛 三百乘以0.25的话是七十五嘛 所以三百跌到这个地方 五年线是跌到 反正七十五 过去 他是当红炸子机 他的运费随他讲 现在布丁不理他 你的运费要给我调降 而且更何况 他的佛卧的运价 一路再跌 一路再跌 所以阳明万海 已经这些当红炸子机 一年半以前了 现在已经变什么 很惨了 所以一时风塞一时准 不要要剃掉 现在要做什么 或者不是不做 要不然就做点空单 一月五号我做空 空军总司令 没有人会来鸟我 当逢低百坚 失去动能 必遭空袭 中国经济降温 不利传产 中国经济 因为清零政策 不是不利传产 是他已经game over 再加上美国政府 要保护高科技的晶片 所以对中国的晶片 产生制裁 以及丰锁的效应 所以中国大陆 在这一两年是很难玩得风生水起 很困难 我现在也没在中国教书 但是我可以预估是很困难的一年 将来还是很困难 那台股好处就是说 我在打开K线 我就知道是要做多做空 我可以让我会员赚钱 你打电话进来 要的质量至少跌三成 你不会做空 你从今天开始做 你不可以说 永远都不想做空 这是我给你的建立 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讲法 我是告诉你就是说 你该做空要做空 至少摆一点本回来 你不要是因为甘心了 就是一口气就一直做多一直做多 你说我以前就买很多 你叫我放空 当然不是说这支 说这支就可以比赞 这已经投了这么多 还叫你放空 你就干脆就等下一招 Case by case 假如说你手上有什么股票 我可以帮你看 这个创意 这个做线图我把它改一下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我们也只做过这一次的空单 我们就其他都不做 我说的对不对 你这一次的空单从 463一路空到433 这探3万5一张 过去过来我就不再做 怎么说 这三做四不对 这会做错 你看嘛 刷下来 然后高开低开高走 然后高开低走 然后又站在K线的中央 你怎么做 假如这只鸟你抓不到 你就不要去做 就放着就好 让它自生自免 所以我每天会想一些股票让你做 就是说 有些你永远想不到 这种股票从600多块一路刷了多少 30%到400 400可以买嘛 没有看到买点 我只能这样说 就好像2615一路一样 你从300一路跌到62那天还跌停板 对不对 可以买吗 我没看到买点 因为连均线 强力的均线 强力的买盘讯号都没有出来 所以不用买 所以不用买 那北极星呢 我去菜市场买菜啊 那些卖猪肉都知道 我说北极星一个月营收 八月营收才七万五千块 他说消失的 比我们卖猪肉摊的还少 那重点就是说 反走过避流痕迹 那些叫人家买几百张的 买再230的 所以会比我要花药还要好的 我还好 还好他们没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他的会员可能是难免于难 但是一般不听他的话 不听他的话 我看猪肉摊也不用顾了 在阿扁92 有一次两颗子弹的时候 起货两根跌停板 第三支跌停打开 那个时候死了很多人 卖猪肉的人 把他的小猪射全部点当 全部就换了 所以要做一件的措施 就可以让你毁灭你的家产 重要的 对不对 那你像做期货 我们公司还没有期货牌 不会让你做 但是我们用期货方法去推论 这是做股票的方法 有一个先行指标 我讲的很中肯 所以从这个地方跌破底部 再来怎么样 再来底部继续错 因为重点是 半年内他不会再买回来 除非有一个意外 他叫他的兄弟 钱转给他 然后他去买 但是你要知道 台湾的银行 你转个五十万多的问题 不要转这个四百亿 你转不过来 我猜你转不过来 所以你不用那么累 你转过来的就换你去做 因为这叫洗钱方式 所以我讲 大概没有人可以抗辨 说我讲是错 你说我左手换右手 我的兄弟 他帮我操 我自己不要操 那四百亿转给他 你转看看 你五十万你就转不动 好 接下来你要做空的 可以有百分之三十下跌的空间 因为如果说K线拿出来 你会知道 你不用K线给你 打电话进来 我们同事告诉你 你是哪一支 你就跟着做 那跟着做就好像这个 北极星一样 一路跌 你就一路转 然后现金光一路跌 你就一路转 你不用去管它 然后呢 节目最后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行情已经跌掉了 跌掉了一千八百点 已经跌掉一千八百点 你说还不会再跌 下面还会更惨 好不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那一支股票 至少跌三成 你还好地包个空单 你不要想做东西赚三成 至少你做空赚三成 保本 今天到这里 今天来到这里 穿过去 谢谢 本公司宇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